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 人为朋友写命 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在很多年前 一个圣诞节的前夕 在韩国 有一位惨奇快到的贫穷妇女 在临盘之前 她尝试走去一位女宣教士的家求助 她走到桥的一边 她感到肚子很痛 她知道自己再无法撑下去 于是这位妇女就走到桥底 核心在桥敦之间生了一个男婴 当时天气真的很冷 还下着雪 而为了要让这个婴儿保暖 这个妈妈脱下自己身上的衣物 然后一件一件一层一层地包裹着初身的婴儿 而她自己呢 就只是从地上撕了一块破麻布 勉强遮住自己身体 在第二天的早晨 这位女宣教士开车出门 回家的途中 经过桥的时候 她的车突然发生故障 而停下来 宣教士就下车 准备走过桥 突然她就隐约听见桥下传来 微弱的婴孩哭叫声 当她走下去观看的时候 她发现一个包裹着布的婴孩 而旁边就是她已经被冻死的年轻母亲 这位宣教士请人埋葬了这位母亲 同时也都将已经成为孤儿的婴孩 抱回家 抚养成人 这个小朋友渐渐长大了 她经常要求她的养母 述说自己被发现和被获救的故事 十二年后的圣诞节 也就是这个小朋友 十二岁生日的那一天 她请求养母 带她去到亲生妈妈的坟墓那里 当两个人来到 离坟墓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就要求养母 让她独自一人 去到坟墓那里祷告 这位宣教士 一路看着这个小朋友 走到自己妈妈的墓前 开始低下头哭入 之后又看到 她将身上的衣物 一件一件地脱下 一层一层地 铺在母亲的坟墓上 孙教士就在想 哎呀 她不可以将所有的衣服脱下 这样会冻僵的 但是想不到 这个小朋友 真的脱下所有身上的衣服 并且铺在母亲的坟墓上 然后跪在雪地上 当时的她冻到全身都震了 孙教士就赶向前 想帮她穿上衣服 但是 只是听到这个小朋友 一路大声哭 大声这样说 我的妈妈 你为我受的 比现在我所受的更动 圣诞之外 就是上帝 为使我们得生命 作出最大的牺牲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世人舍弃一切 就如各位母亲 在寒冬之下 脱下自己的衣服 一件一件地 披在孩子的身上 为救孩子 而自己被冻死 耶稣基督本身是上帝 但是为救世人脱离罪和死亡 他甘心卑微 降世为人 最终被人当成罪犯 定起十字架上而死 与历世历代的人不同的是 他在死后第三天复活 显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宣告 他已经完成救赎大功 叫所有信他的人 皆可以靠他 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 并且能够拥有永远的生命 肥立比书二章六节八节 耶稣本来有上帝的形象 他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 反而倒空自己 取了牢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然有人的样子 就自今卑微 信服自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各位朋友 你愿不愿意向主耶稣打开你的心门 让他进入你的心 成为你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 主耶稣你为我降生 为我而死 为要救我脱离永远的死亡 并且使我得着永生 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 并且接受你成为我的个人救主 奉耶稣基督的命 祷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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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